Hello大家好我是丁丁 欢迎回到韩版天堂宴10月20号的更新细节内容 那本周的重点就在于台湾跟韩国开放的全球大师副本虚空的试验 这支影片就针对这个虚空试验做详细的内容介绍 我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就是地图设定 第二个是怪物掉落的内容 第三个就是排行榜奖励以及其他相关细节介绍 好我们先针对第一个地图设定 虚空的试验区分为全球大师副本 里面有两个区域 安全区域跟一般区域 安区就是我们的入场区域 里面会有NPC买卖道具以及存仓 还有六个入场的传送门 那一般区域里面就是可以狩猎怪物的 里面有三个传送门跟四个热点 以及一个中间的BOSS传送门 那全区是不可记忆坐标 不可以瞬间移动的 入场等级90级 入场飞容的话 进到一般区一百万填币 更正进到安区一百万填币 进到一般区再一百万填币 总共两百万填币 有点贵 入场人数韩国五百名 台湾五百名 如果有一方超过五百名的话 就要进行排队 那从政府不能进去 地图时间每周七小时 可以进行补充时补充时间 补充时的获得方式有两种 第一个是民意币商店购买 每天买三个 第二个方式是怪物掉落 所有的怪物都会掉 再来吉尔塔斯Boss的时间 为每周一到每周五 台湾时间晚上八点出现 总共十支两个礼拜 然后里面死掉跟回卷 会回到虚空庇护所 就是安全区域的那个地方 那你在进入Boss的 那个Boss区域 吉尔塔斯祭坛 你需要使用一个道具 叫做虚空的尘埃 观众们会在地图正中央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怪物的掉落内容 所有的怪物都会掉落紫布 所有的怪物都会掉落虚空的尘埃 以及时间补充宝石 再来所有的怪物都会掉落 英雄的神秘卡片 变身娃娃跟圣物 好再来看特殊掉落 Boss 大奖 轻便卡箱一箱 轻便变身卡箱一箱 这个卡箱是可以透过一对一交易 以及交易所贩卖的 你交易所看得到 然后他会掉落全职业的神话级一阶金武 还有神化制作秘籍 以及神话技能选择箱 他会掉落很多高阶的物品 比如说纸布 还有传说的神秘卡片 变身娃娃跟圣物 再来我们看一下 他的精英怪有两种类型 第一个是特殊精英怪 有两只 第一个是虚空的死灵法师 光跟暗 他会在四个热点出现 每小时出现一只 大奖式纸布 工匠卷轴 还有传说的神秘卡片 变身娃娃跟圣物 好再来看一般的精英怪物 他就是虚空死灵法师 活土水风四属性 他会在四个热点 以及全区都会出现 他里面的大奖 依旧是传说制作秘籍 还有 英雄神秘卡片 变身娃娃圣物 这边还会额外掉落 四色的卡片 红便卡 还有四属性耳环 也是红色的耳环 是红色的吗 我有点忘记了 好继续往下走 虚空尘埃 他可以贩卖给商人 也可以当做进行传送门 吉尔塔斯祭坛的道具 补充宝石90级以上 可以使用 每次使用补充一小时 可以删除 不可以出售存仓跟交易 代表这个补充时达到 你只能自用 不可以卖给别人 好里面机体设定 是跟圆服一样的 然后可以使用 那个密语 主队还有发信号 敌对设定请求登记 还有联盟设定请求登记 里面不可以检举 不可以一对一交易 不可以使用嘲讽等进 等相关功能 有自动跟手动翻译能力 能力吗 这个我到时候玩一下 他到底是翻译的好不好 我们试试看一下就知道了 好这里来看一下里面的 排行榜奖励吧 虚空神殿 虚空寺院的名人堂奖励 总共有五种排行奖励 第一个就是Boss击杀 第二个是玩家击杀 玩家助攻 狩猎数量 以及副本挂机时间 Boss击杀区分为两种 第一种是手杀 你只要手杀的玩家 尾刀者 就会获得神话圣物卡片 英海撒的现身 那再来是血蒙击杀 血蒙击杀就是你只要在活动期间 十字Boss里面 你的血蒙击杀最多的Boss数量 就会获得全盟的奖励 打死的人会获得一个死神的镰刀 然后全盟的人会获得 那个70万制作的红圣物卡 那如果你的血 这平衡奖励 如果你们血蒙 我杀了两次 你杀两次的话 那谁计算呢 就看哪个血蒙 先达成两次击杀 先得到的优先 好 再来看战斗击杀跟战斗助攻 这就只要你杀掉里面 敌对的血蒙成员 敌对的血蒙成员 或敌对的血蒙成员助攻 就可以获得一个积分 同一个人只能登记为一个 各登记一个 假设你是A我是B 你A杀掉B你获得击杀 然后你如果下次再杀我的话 就不会再获得同样的积分了 等于说防止恶意洗分 助攻也是一样 如果今天A对我是助攻 他就只会获得一次助攻 下次再打我还是助攻 那就没分数啰 狩猎的话 就是打怪最多的会获得奖励 最后一个ETC 挂机时间最久的人获得奖励 基本上里面很难挂 应该是为了防 这个条件出来就是 防止里面有人在那边死挂 一定会有人亲人 防止你第一名 所以里面应该是杀好杀满的 好这边再看一下 所有的卡片都可以进行爽卡 排行榜奖励的卡片 那这边其中特别注意就是 神话的卡片 英卡大现身 神话变身跟安塔瑞斯 如果你是第一次获得的玩家 就会直接收卡 不会进行转卡 但是如果你没有神话卡片的人 应该也很难拿到第一名 代表你的机体不够 好再来看一下其他相关设定 虚空寺院有活动 每天击败100只怪物 就可以获得一个救护证书 以及一个战斗志愿箱子 战斗箱子里面打开 会获得一张防御卷轴 两个战斗卷轴 以及三颗龙珠 以上就是本次虚空寺院的活动玩法 以及详细设定 这支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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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